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十三课 又是一篇有关科技方面的文章 叫做Lesson 13 The Search for All You 探寻石油 这个看似内容好像挺无聊的 但其实这颗书特别重要 里边重点习语搭配是特别多的 咱们努力把这颗把它支持点吃透 像往常一样 先打开书到77页 咱们来看这颗书的生词和短语部分 好 动作快些 77 跟我念 mineral mineral boring boring derick derick block and tackle block and tackle haul haul rotate rotate 注意 这个单词第一个字母R 要把手头勾回来发出R 而不是R 不要读Rotate 不是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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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尖勾回来指向喉咙 再来遍 Rotate Rotate 好极了 那么在美式发音的重音往往在第一个音节 美国人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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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bit, Cylinder, Cylinder, Strata, Strata 注意,这个词呢,还有另外一个发音 在美式呢,有的时候也可以把第一个字母A 发成双原音A这个声音 这么读也算对,再来一遍 Straita, Strata,好 Straita, Strata都会听到,是同一个意思 再往后走 Circulate, Circulate Gusher, Gusher 好记了,这是我们第13课的声词和段语 那么像往常一样,咱们先来钻研一下 这课书的一些重点词汇 第一个重点词,咱们先来看一看 这个矿物质的这个形容词 做名词呢,就表示矿物质 多好记,跟老师大声对一遍 Mineral 好记了,做形容词是矿物质的 做名词叫矿物质 咱们先看这个词常见的搭配 把搭配基础之后,咱们用起来就活了 而且自信了 对吧,比如说 Mineral Resources 叫做矿产资源 咱们写作用得多 对吧 当然这个资源呢 在英国人读成Resources 或者读成Resources 这个S发S,发Z都可以 但中音在后面没有卷声音 Resources Resources 但是美音中呢,又比较特殊 中音在第一个音节 一般把它读成Resources Resources 都可以 我们跟老师读一遍 Mineral Resources 好,还有像Mineral Spring 当然不能翻译成矿物质 就是矿物质的春天了 这是什么呢 矿泉 矿泉嘛 我们说这个Spring表示 春天啊,泉水啊,弹簧啊 都行 春天来了,泉水像弹簧一样 从地里蹦出来了 都是Spring这个词 所以矿泉不是矿物质的春天 然后呢 Mineral Water 就是我们说矿泉水 矿物质的水 我们说 This is not just water This is Mineral Water 这个不是一般的水哦 只是矿泉水 Mineral Water 但英文都说Mineral Water 每个人叫Mineral Water 这都可以 还有像Mineral Substance 叫矿物质 这个Substance就是物质的意思吗 对吧 Mineral Deposit 就矿藏或者矿层 这个Deposit 这个词常用复述 本身就表示地下的矿物质 或者地下的地下沉积物 Mineral Deposit 就是矿藏 地下的矿藏 就好了 这是我们这个词 Mineral 当形容词来用 叫矿物质的 那同样呢 它做名词 怎么说呢 就是矿物质 Mineral做名词 就类似Mineral Substance 这个含义 我们看看做名词的一些例子 比如说 China is Rich in Minerals 中国 这个富含矿物质 这个盛产矿物质 Be Rich 加China is In 也是固定搭配 表示某个东西特别多 特别丰富 中国矿物质丰富 第一大物质 尤其稀土 是那么中国的骄傲 好 这是矿物质 可以这么说 那同样呢 有时候用形容词修饰它 比如说 Metallic Minerals 和Non-Metallic Minerals 叫做金属矿物质 还有非金属矿物质 金属大家知道 名词叫Metal 形容词叫Metallic 我们读一下这个短语 Metallic Minerals Metallic Minerals 这叫金属矿物质 同样非金属矿物质 Non-Metallic Minerals 注意不要读None 好多同学受到中文影响 一读就是None 中国用None-None-Try None-On 手根不能动 Non-Non 再来遍 Non-Metallic Minerals 好 这就是非金属矿物质 金属矿物质 金银铜铁锡这类的 非金属矿物质 像硫磺这种 它也是矿物质 但不属于金属 好 这是矿物质 我们经常一块同时出现了 还有像什么矿石 矿井 这个我们可以同时记 矿石 我们常用这个词 大家可能经常打电子游戏的 男同学对这个词更熟悉了 就是我们要挖矿石 再读一下 Or Or 当然英文直接读 Or Or 每人读Or 这个儿化韵 你像Ion Ore 就是金铁矿石了 就好了 对吧 那Uranium Ore 又矿石 Uranium就是著名 这个放射性元素 金属又 我们大家大声来读一下 Uran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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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e 就又矿石就好了 还有一个常说的矿井 人工开造的矿井 刚才我们刚才说 那个Mineral Departes 是地下埋藏的这个矿藏 但这是人工开造的矿井了 就像我的这个拼写是一样的 发音一样大声里面 Mine 你像A coal mine 就是一个煤矿 同样 A gold mine 就是一个金矿 来金矿 但是金矿这个词经常做派生意 就摇钱树啊 来钱特别多的东西 我说 The restaurant is a real gold mine 这个饭店真是一座金矿 日进斗金 有时候也用gold mine这么一个词 好 这是我们矿物质 矿物质的 Mineral相关的一组词 会希望大家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 效率就高了 这个单词 我们给老师看到这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钻孔 或者做名词 表示钻出来的孔 都行 那钻孔呢 表示这个动作 这个行为 那不可数名词了 那钻出来的孔呢 就是可数的 对吧 同一个词大声都一遍 Boring 同样这个词 大家知道 作为形容词的话 表示无聊的 很令人烦的 很单调的 钻孔的动作就单调 那么 这个声音令人很讨厌 钻孔 那么它的动词形式 就是钻孔 这个动词 我们大声读一下就好了 Bore Bore 这个词一般表示 在硬物表面 钻一个比较深的一个洞 在一个比较坚硬的物体表面 钻出一个比较深的洞 你像比如说 Bore a hole in wood 在木头上钻一个眼 用钻头 把它打穿了 这个不 它不一定是很小的眼 硬物表面钻洞 都可以用它 有时候表示比较大的 你看 Bore a tunnel through the mountain 我钻了一个 穿越大山的一个隧道 也是在硬物上面 这个钻一个比较深的一个洞 这可能就比较大了 Tunnel是隧道的意思 这是表示在硬物表面钻孔 它的一个同一词 那么在本文中也会出现 就是drill drill意思类似 也是硬物表面 用旋转的方式 打这么一个洞 尤其后面加for 这搭配对这个单词 它是一个特色 你像我们大师先读一遍吧 drill drill 你像drill for all you 叫开采原油 drill for water 钻井取水 就为了这个而打眼 可以这么说 那么当然drill这个词 直接可以当名词来用 就是表示我们常用的一个钻 家里手钻 电钻 这个钻 你像an electric drill 这当名词来用 就是一柄电钻 在墙上的打眼的电钻 这是看到这个词 做动词名词都行 它做动词跟board 意思几乎完全一样 我们看看一些区别 跟它类似的词汇的区别 这个词呢 咱们叫穿一个洞 穿一个孔 但是我们知道那个drill和board呢 一般是硬物表面 钻一个很深的洞 这个呢 就是把它 这个东西扎透了 穿透了 它不一定是钻一个很深的洞了 就是打一个眼 把它穿透 我们大声读一下 pulferate pulferate 这个per 这个字头per 本身就表示穿透过去 穿过去这个意思 就是穿一个眼 打一个洞 它未必是一个很深的洞了 我们看例子 pulferate cover to let air in 我说把这个盖啊 把它穿一个洞 上面弄一个眼 让空气能够进来 这可能我们用一个小罐氧气去 对吧 你把罐凝死了 没有氧气 它就死了 穿一个洞 让空气能够进来 这个感觉叫pulferate 这个用board 或者drill就不太合适 因为它并不是穿一个很深的洞 还有呢 一个词叫punch 这个词一般表示 笔直地冲出来一个洞 这个punch 本来做名词也可以表示冲床 什么什么射钉枪 这种感觉 做名词也可以表示 我们的直拳 拳击这种 蹦 笔直地打过去 直拳也叫punch 所以这个叫 穿冲出来一个洞 笔直地 用这个方式来冲一个洞 我们再读一下punch punch 这个也有点小的区别 还有呢 我们还可以表示扎一个眼 在表面上把它扎破了 用很尖的东西扎一个眼 这是两个词类似 我们大声读一下 你听 口型就变小了 大声那边 prick prick 扎一个眼 或者用这个词 pierce pierce 都可以当动词来用 扎一个眼 咱们看一下例子 a small bead of blood formed where she had pricked her finger 在这位女孩子把手指头扎破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小雪珠 这个bead就是圆球形的小珠 这么一个含义 手扎破了 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小雪珠 这是扎破了 我们有时候穿耳洞呢 也是把它扎 扎一个小眼 这个时候一般用pierce比较常见一些 你看 she had her ears pierced 这个女孩子扎了耳孔 耳朵上把它扎透了 这种感觉叫prick 或者pierced 让别人给它扎耳中 叫have one's ears pierced 这座固定搭配都可以记住 好 这个词跟老师就看到这里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 持续而缓慢的拖拉或者提升 它一般多表示呢 用绳子连在一个东西上面 然后慢慢的 嗯 再拉 再拽这个东西 持续而缓慢的拖拉 或者往上蹬 嗯 一般多强呢 用绳子记住之后 慢慢慢慢的 用力的拖拉或者拽 这个我们大声再读两遍 后 后 它后面还有个l 不要读后 还有l的声音在里面 后 后 是这么一个声音 我们看例子呗 Rescue walkers attach the man to ropes before holding them to safety Rescue walkers 就营救工人了 这帮人可能被困住了 营救工人呢 把他们身上连上了绳子 这个attach 是跟to搭配连上 系上 贴上 连上绳子之后 然后把他们拖到了 拽到了安全的地方 这个hole 可以这么说 你看这个 before 李老师前面说过 before的翻译特别灵活 它不但可以翻译 在什么什么之前 第九课咱们讲过 是不是可以翻译 然后吧 然后阿尔弗雷德 在军营呆利州 然后就返回了Athony 这里也是翻译 然后好一些 无论它 做借词 做廉词 都可以这么翻译 下次是借词了 后面再动名词了 营救工人 给借诊身上 系上了绳子 然后把他们拖到了 安全的去处 safety 做安全的地方 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有这个意思 这是持续而缓慢的拖拉拽 尤其强的用绳子技术 跟它类似的好多词 咱们使用时 可以做个小的辨细 比如说这个词 我们大声读一下 drag drag 这个词特别类似 中文中拽 含义也类似 就是用力的来拖拉拽 你看刚才那个hold 跟中文的也类似 中文中有个词叫how 把这大萝卜给how出来 你看 拽出来 how drag 类似 因为甭管中国人 还是英国人 老鼠都是猴 猴在发力的时候 叫喊的声音都类似 drag how how drag how drag 都差不太多 这个drag 一般都强调 暗示它有比较大的阻力 或者比较大的抵抗力 摩擦力 很费劲 在drag 在登 这个东西或者 在地上有很强的摩擦力 或者人不想走 它有抵抗力 强调抵抗力 摩擦力阻力 用这个词更好一些 咱们看一些例子 he dragged the heavy chest across the floor 你看这个用力的特别合适 这个chest 咱们三侧的32颗讲过 叫做成贵重物品的大木箱子 这个drag是用力的 把这个沉重的大木箱子 从地板那头拉了过来 拽了过来 墙的摩擦力特别大 费劲 箱子很沉嘛 对吧 有抵抗力也行 你看这句话 the police dragged the soccer hooligan off the pitch 这个pitch 咱们的第二课 大家夫妻还记得 就要是足球场 叫pitch 这个soccer 就是美式 在美式英语里面 表示足球了 那个hooligan呢 小流氓 阿飞 就是一般 比较年轻的流氓 不是是老流氓 就是小流氓 阿飞 就是这个 成天在街上去乱呼 什么鬼混 什么踢个机关子头 这种小流氓 阿飞 soccer hooligan 就足球流氓就好了 我们大声读一下 soccer hooligan soccer hooligan 这off呢 是脱离离开了 警察用力把这个足球流氓 脱离了球场 把他拽走了 说明流氓不行 我不走 我就在这 那抵抗力 愣给拽走了 这个感觉叫drag 好 再看 还有一个词叫toe 这个也是跟拖拉拽相关 那我们先大声读一遍 toe toe 这个特别像中文那个tot 那个tot 很类似吧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拖车那个tot 把他拖走了 强调什么呢 出故障的交通工具 咱们用另外一个车船 把他拖走 拖走 出事故的 或者是出故障的交通工具 用这个词 你看跟tot 特别类似 再读一下 toe 看例子呗 my car broke down and had to be towed to a garage 说我这个汽车呀 breakdown可不是碎了 咱们以前讲breakdown 是出故障了 抛锚了 我的汽车出故障 开不了了 并且必须被拖到 一个汽车修理厂 garage 我们说 and had to be garage 表示车库 或者修车厂 在这儿是修车厂 咱们的第十课 那个硅谷那刻书 咱们见过 对 这个感觉叫做tot 还有 这个也是拖拉拽 也是常见词 我们大声先读起来 trail 这个做名词 可以表示小路 小径 一条很窄的小路 做动词呢 表示漫不经心的 拖拉拽 就是不是有意的 努力在拖拉 这个东西连着一点 所以漫不经心的 拖在后面 它跟在后面 一块在前进 这个感觉叫trail 你看比如说 she walked slowly along the path her skirt chilling in the mud 这后面用了个 独立主着结构 你看 它缓慢地 沿着小路在走着 它的裙子 拖在身后的泥巴里边 这个trailing是非为动词 什么拖在泥巴里边 不是它自己 拖在泥巴里边 对吧 是它的裙子 所以逻辑主语 跟主角主语不同一了 加上了自己的 逻辑主语的 非为动词形式 就是咱们说 独立主人结构 对吧 这女孩子可能是 要跳河自杀去了 对吧 失魂落魄的 六神无主地 沿着小路 往河那走 随后的裙子 漫不经心的 拖在泥巴里边 哎 老娘都不活了 还管裙子干嘛呢 拖在后边走 这个感觉叫trail 还有 这个也是拖拉拽 翻音都类似 我们大声先读下 tuck tuck 你发现这个声音 比较短促 这个声音跟含义 很多时候也相关了 对吧 这个tuck表示用力的 一下一下的拽 用力一下一下的 蹬 就一二三 一二三 这种感觉 用力的一下一下的 蹬 拽 就突然间发力 这么蹬一下 叫做tuck 但声音就很短促 对吧 比方说 We tugged it so hard That the row broke 我们这一下 蹬的劲儿太大了 怎么样呢 绳子都崩断了 就用力的突然间 对 蹬 一二三 蹦 绳子断了 都摔那了 这种感觉叫tuck 但是无论是任何的拖拉拽 都能用这两次 这个没有限制 大家最熟悉 我们大声都讲 pul jall 都可以表示拉或者拽 这个没有什么场合限制 但咱们写作中呢 不太喜欢用这种 没有场合限制的 咱们尽量用词 那含音越窄 写作中越喜欢 口语中来不及思考 可能用这些通俗词更多一些 好 这是拖拉拽 几个重点动词 几个重点词汇 这老师就看到这里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旋转 这个词 急物不急物都行 逐语本身在转 或者使兵语在转都行 它既可以是普通的一个 表示逐语的一个动作 也可以做始语动词 使兵语转都行 两个发音 那么英式发音重音在后面 美音呢 重音多在前面 都可以 我们按英式发音先读一下 Rotate Rotate 美音呢 重音在前面 下来遍 Rotate Rotate 这个单词中 李老师说过 出现字母R 舌尖又勾回去 不是汉语拼的Z 而是R R 舌尖勾回去 不要读Rotate 不是这么读 那再来遍 Rotate 美音 Rotate 好 但甭管是 竹语在转 还是使兵语转 它都是强调自转 就是沿着自身 中间这个轴在转 而不是绕着外边 一个轴在公转 它是自转 自己沿着 自己中心的轴在转 你比如说 Rotate the handle Gently Handle 就是bar的意思 对吧 我轻轻地转一下 这个bar 可能开这个门 门把手 转一下 把门打开 这围绕自身的轴 在自转 可以这么说 它有一个同义词 这个词也可以表示 自转 沿着自身的轴在转 表示这个意思的时候 这两个词 往往可以替换 这含义是类似的 比如说 The restaurant revolves slowly giving excellent views of the city 我们看到 这是个旋转餐厅 这个餐厅 慢慢地在旋转 它是沿着自身的 中心的轴在转 对吧 能够给我们 是我们欣赏到的城市的 非常非凡的美景 旋转餐厅 一般在大厦的顶层 能够转一圈 我们欣赏到城市 这个整个的风貌 可以这么说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注意中间字母V 是上牙处下 准发V 最后这个动作 还是停留在V 这个动作 再来面 revolve 你注意V valve 这么一个动作 再来面 revolve revolve 可以这么说 但是注意 revolve这个词 跟rotate 有什么不一样呢 rotate这个词 一般指的都是自转 但revolve 指自转 指公转都行 它不但可以指 沿着自身 中心的轴在自转 也可以表示 沿着体外的一个轴 在公转 绕着另外一个东西 在转 都行 咱们看个例子 The earth rotates on its axis while it revolves in its orbit 这个句子特别好 把这个两次区别 看得淋漓尽致 这个地球呢 绕着自身的地轴 在旋转 同时呢 它也绕着 在轨道里边 在绕着太阳 在公转 自转 用的是rotate 这个公转 用的是revolve 用这么一个词 后面这个axis 表示地球的这个地轴 这是一根虚拟的轴 其实没有这么一个轴 但好像地球 中间那个轴 类似 在地轴上自转 同时在轨道里空转 可以这么说 轨道当然是orbit 这个词 这是旋转 还有一些用词 用法更窄一点的转 比如说这个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spin spin 注意不要读spin 不是bin 李老师多次讲过 中间这个短音 不要读着e 不是in 而是n n n 有点n n 我同意 spin spin 不要读spin 不是这样的 就像那个女英雄 不是heroin 是heroin heroin 这么一个声音 那想象设想 不是imagine 是imagine imagine 注意这个in 把n这个声音 在里面 spin spin 不要读spin 不要受到汉语评影响 这个词表示快速 而稳定的旋转 像陀螺一样 快速稳定的旋转 我们就spin 这个词 比如说 the ice skater began to spin faster and faster 这个冰上的 就滑冰的运动员 这个转的越转越快 越转越快 大家可能看到 那个在滑冰运动员 在抱住的时候 呜 沿着自身的时候 在转 这个快速而稳定的转 我们用spin 这个词 还有一个词 叫turl turl 这个词也是强调 在比较快速地转 它一般强调 比较敏捷 而优雅 不但转的速度比较快 而且敏捷 优雅 轻盈 你听的声音 turl turl 就比较轻巧的一个声音 我们再读一下 turl turl 你一听声音 就这个圈 t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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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转 我们看一个例子 The couple was trolling to a waltz 这个waltz 就是华尔兹了 对吧 to 是随着某个曲子 这个意思 这对情侣 正在随着一曲 华尔兹 偏偏起步 跳华尔兹的时候 来回转圈 敏捷而轻盈地转 用turl 这个词 大家把华尔兹 这个读一下 不要读 what字 不是这么多 后面发 这个声音 大声音 waltz waltz 这是在转 可以这么说 那么跟另外一个声词 同时记住 还有一个表示抽象的转 就是循环 我们大声读下来 circulate circulate 这个叫循环 在抽象的一个转 尤其指血液 你想 blood circulates through the body 血液在人体内部 在循环 这也是一个转 那么我们看派声音呢 其他东西在循环 出去再进来 这个也行 open the window to allow the air to circulate 我说这个 the room is a little bit too stuffy 这个屋子太闷了 please open the window to allow the air to circulate 但我刚才用了一个stuffy 就闷的 气闷的 stuffy 就他闷了 the room is a little bit stuffy please open the window to allow the air to circulate 让空气流通一下 这个allow 是使什么什么能够 不是允许 它的名词 就我们常说的 血液循环 大声度加 circulation 从动脉 把血蹦出去 沿着静脉 再回流到心脏 这么一个循环 就是circulation 好 这个词 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看一看 这个地质学家 注意不是地理学家 地质学家是研究 岩石结构的 地理学家是记录 地形地貌的 这是不一样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geologist geologist 叫地质学家 那为什么这个词 还看一看呢 这个词它有 它同根词 还有一些字根 我们先读一下地质学 大声音 geology geology 这个叫地质学 为什么它有字根呢 一个特别重要的评写 就是geo geo 在拉丁字根里面的含义 就是表示earth 表示地球 这个意思 我们在第一课就说过 logy l-o-g-y 也是拉丁字根 它来自拉丁语里面的 l-o-g-o-s 叫学习研究的意思 有的时候用l-o-g-y 有的时候前面还有个o 叫ol-o-g-y 都行 是其研究 研究大地的结构 这叫地质学 然后呢 把那个y关成ist ist这个字根本是人嘛 研究大地的人 叫地质学家 就特别好记了 顺便 记住地质的 和地质学方面 这个形容词和副词 注意注意后遗漏 大声里面 geological 再读副词 geologically 地质学上 地质学方面 这个未来在第三课会碰到 咱们先看一看 在一百七十七页 十六行最后 到第十八行 一百七十七页 十六行最后 到第十八行 但是我们在后面 三课会有 他说 from the shoreline out to a distance which may be anywhere from a few miles to a few hundred miles runs the gentle slope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这个比较难 这用了个道桩 咱们会不会讲 就沿着海岸线向外 一直到几英里 一直到几百英里 这个地方 就是大陆架的缓坡 这个大陆架 是什么东西呢 从地质学来说 它本身也是大陆的一部分 在地质学上来看 就geologically 这还是用的这个同根字 特别好记了 好 我们再做变系 还有地理学家和地理学 这就不一样了 先读一下地理学家 geographer geographer 这是地理学家 再读一下地理学 geography geography 这是地理学 这个也好记 为什么呢 geo不说了 还是earth 不是大地 graphy 有的时候是graph g-r-a-p-h 有的时候也可以加上y 什么意思呢 to write 把它写下来 问题通过字根 就看出来区别了 地质学是研究大地 那么地理学是记录大地 把地形地貌记录下来 像中国著名的徐霞克 就是地理学家 他不是地质学家 他当时的条件 不能研究什么 延时标本的地质断层 没的条件 他是把地形地貌 记录下来 地理学家 同样地理学的和地理学方面的 我们分别读一下就好了 geographic 还是中英后语了 geographical 再读副词 geographically 叫地理学方面 顺便再记一个 这叫几何学 geometry geo还是大地 后面这个metry 它特别像的metermeter 测量丈量 所以它本身metry 这个字根本是测量的意思 丈量大地 这叫几何学 我们知道几何学 发源于古埃及 古埃及呢 Nero 就是尼罗河 经常泛滥 泛滥之后呢 这个农民田地的边界经常会变化 他们就得不停地来量田地的尺寸 这个几何学就从丈量大地 是慢慢慢慢 这个这个这个演变出来的 这种学科 所以丈量大地 叫几何学 我们大家能来读一下 geometry geometry 诶 丈量大地 当然这是丈量大地是二维的了 还有一个叫做solid geometry 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能还记得 我们在第四课讲过 solid可以表示 物体的 实实在在的 具体的 实心的 还可以表示三维立体的 对吧 所以solid geometry 就是咱们在中学讲过的立体集合 算一下这个立方体 这个球体的体积 立体几何 我们再读一下 solid geometry 好 这几个相关的词汇 同根字 我们跑到一块去 小了就好了 这个单词看到这 好 最后一个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延层 或者派声音表示 社会阶层都行 我们分别读一下 strata strata 后面是美式发音 把这个R变成A的声音也对 straight strata 都可以 严层 或者社会阶层 都行 在生活中指 社会阶层更为常见一些 比如说 people of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不同社会阶层的人 来自于不同的社会阶层 social strata 或social strata 都可以 但这个词比较特殊 特殊在哪呢 它这个单复述变化 比较讨厌 我们知道 strata或者strata 它本身是一个复述的名词 因为社会阶层 不可能就一个很多的阶层 严层一般有很多层 习惯用复述 但单数确实 要把A去掉 换成um 我们先读一下 单数的严层 stratum 都行 然后变成strata strata都可以 它有规律 你像数据也是 数据咱们一般很少说 我拿来一个数据 数据一般有很多 所以一般用复述 data 但它也是由um 变化成A来的 我们先读一下数据的单数 datum 再读复述 data 当然有些美国人会认 data data 并不太多见 data data都会听到 但它用um 这个评来的 还有媒体或媒介 这个词 你看我们生活中 也是习惯用复述 媒体 媒介 广播电视 等等的 有很多 一般都用复述 但单数是这么一个 答上来没 medium medium 媒体或媒介 这个单数词汇 未来在什么23克 鸟的飞行方式里面会碰到 我们分别读一下 medium 再读复述 media 媒体 或者媒介 再读一下细菌 你看我们一般都用复述 我们可能说 我看到了一个细菌 一个细菌不太可能 一般都抱团的很多 先读一下单数细菌 bacterium bacterium 再读复述 bacterium bacterium 好 还有学校里的课程 课程一般都很多混动门 用复述常见 但单数也有的 单数还是um结尾 大声了没 curriculum 再读复述 课程 curricular curricular 这几个单复述变化 都是不规则的 但这个 它们之间是有规律的 放在一块去 这个效果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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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